陈小春静日带着儿子上真人秀爸爸去马儿第五季,儿子小小春在节目中展现了好脾气,走路慢做事慢连说话都慢,单独和脾气火爆的他相处,以外成为节目的亮点。 最新一集中,陈小春为了帮大家捡海鲜,不小心割伤脚,小小春等他一回来,担心的跑回去关心,再度成为话题。 小小春听到陈小春受伤了,看到爸爸从海滩边走回来,立刻跑上前去关心,爸爸,阿姨说你受伤了,我要看。 陈小春一脸酷酱回眉室,他再度要求要看,陈小春冷冷表示不用看,他还是不放弃又说了一次,陈小春看吃了满嘴的巧克力刻意转移话题说,你嘴巴先擦擦好不好,听完后他依旧执着的要求要看伤口。 村长刚好走近,小小春看不到爸爸的伤口,转身跟村长指着海边说,我的爸爸真的真的去那里拿了,还有还有他的脚。 刘更宏帮他接话提到陈小春受伤了,他转身皱着眉说,我要说的,陈小春再度露出不耐烦的脸要求他不要讲。 不过他在村长的引导下还是把话说完,他已经受伤,他的脚,想让大家知道爸爸为了午餐受伤的举动,让村长大赞,并让所有人为陈小春鼓掌。 先生请会讨论我的转声带 complex通过这种. 经讨论 Taking care. 确讨论